明朝嘉靖十二年 丰宁举子庐林补缺 出任无县之县 那无县乃是江南富庶之乡 山清水秀 盛产于米丝绸 多富户 现成柳家兴极是热情 带着庐林到各处游览 各处乡身殷勤侍奉 把庐林伺候得很舒服 如此粤鱼 各种接风已过 庐林的生活才算沉静下来 除了处理衙门中的正式 庐林最喜欢的乃是吃 丰宁地方 已在京城之北 乃是苦寒之地 物产单薄 他家虽是小康之家 但所吃的主食 也就是小米、高粱之类 白米和白面 那是难得一见的 菜书也极少 以白菜萝卜为主 早就吃厌了 而这无限地方 顿顿吃着白米饭 更有鱼虾蔬菜 可做出百般菜肴 美妙至极 让他欲罢不能 这里的白米菜书 鱼虾都很便宜 更能让他大快朵鱼了 几个月下来 他长得白白胖胖 更有了几分官威 让他心里暗自高兴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谁知秋风过后 四处老王来找他 说个类食材价钱都已上涨 原先所定的菜金 已经捉襟见肘 问他是增加菜金 还是降低标准 奴林安吃了一斤 平白无故的 食材的价钱 怎么就上去了呢 他换了便服 倒及时打听 果然如是 问那些贩子为何涨价 他们却说一直就是这样 奴林只好先降了标准 谁知竟难以下咽 想要增加菜金 却又囊中羞涩 就在此时 开探场的刘武宝登门拜访 送上一张五百两的银票孝敬 想请奴林多加关照 奴林不知他的底细 没敢收 送走了刘武宝 他找来柳家兴 问他是否可以收些孝敬 柳家兴一听 吓得变了脸色 使劲摆着手说 万万不可 奴林惊异地问道 为何不可 他早就听说过 三年轻之府 十万雪花银 他当个支线 弄不了十万 搞个三两万应该不成问题啊 柳家兴不说话 带着奴林悄悄来到县衙门里 往外一指 那是县衙对面的一座三层楼房 奴林一直觉得奇怪 县衙所在的这条街 乃是无限最热闹的地方 两侧开着许多店铺 但就在县衙对面 有座三层楼房 却不开门脸 他顺着柳家兴的手指看去 却见三层上有个人影一闪就不见了 他不决一争 问道 那是个人吗 柳家兴点了点头 然后就讲开了 那个人叫焦洛庆 是个粮饭 家中慎父 不知为何 他专门和官府作对 他派出好几个下人 专盯着县官 一旦抓到把柄 就报给支府大人 轻得哀顿训斥 重的就要下狱了 县官们恨得牙根痒痒 但却无可奈何 卢林大吃一惊 那不是说 自己这个支县就要白当几年 柳家兴看透了他的心思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早就受够了 大人 咱们不如除了他 一了百了 也好赚下一个身家 咱这官 哪能白当啊 卢林想着发财 可也没想着杀人 他迟疑着 没有说话 柳家兴说道 大人放心 此事由卑职去办 保证万无一失 不过嘛 什么事情都有个意外 只是万一出了意外时 大人帮着兜个底 卢林沉吟片刻 位置可否 柳家兴会议 告辞而去 半个月后 柳家兴回来了 神情却颇古怪 卢林把他叫到后牙 秉退了左右 问道 你神色不对啊 这是什么缘故 柳家兴一拳 砸在自己大腿上 恨恨地说道 没打到狐狸 还惹了一身骚 这些杀手 都不讲规矩了 大人 我都快让他给气死了 再不成 就搞个鱼死网破 卢林心下一惊 忙着问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柳家兴重重地叹了口气 这才一五一时的讲起来 柳家兴早就听说 北直立苍县多出杀手 他就赶过去雇 到了苍县 细细查访 后来花得二两银子 有人指引着他去找到一个杀手 这个杀手名叫马颜 表演了几个功夫 却是有本事的 两人商定 杀交洛庆一人 给银百两 他先付了十两定金 而后柳家兴就带着马颜来到吴县 把交洛庆指给马颜认了 柳家兴为了掩人耳目 乔装打扮了一番 对下面说是出外公干 万一出了披露 他也好搪塞 给马颜指认完了 他又去了外县 谁知过了几天 毫无动静 今日一早 他回到吴县 接纳交洛庆仍是好好的 他便寻马颜 终于还是找到了 却不想马颜到交家当了厨子 每天离给他买菜做饭 他把马颜拉到屁镜处 问马颜怎么还没完事 马颜道说 他们又没定下杀人的日子 容他慢慢来 奴隶不觉皱起了眉头 急到 他若是三年五载还没行事 本官任已满了 再杀交洛庆 还与本官合干 柳家兴说 说的就是啊 要是再等个三五十年 焦洛庆老死了 咱们也都入了土 还杀他干啥 这个马颜 貌似忠厚 却不想如此狡猾 卢林道 不行我们就另外找人吧 他不就拿了我们十两定金吗 给他就是了 柳家兴却连连白首 大人想得简单了 一下关键 这个马颜坏得很 他掌握了咱们想杀焦洛庆的打算 反倒焦洛庆身边去 一旦咱们再找杀手 未必是他的对手 若是被他索擒 以此要挟咱们 咱们起步成了带徒的羔羊 卢林一惊 额头上已出了一层冷汗 刘家兴转而告诉他 一个更坏的消息 马颜抓住了他们没说定日子这个漏洞 说他要择机而动 刘家兴看他有意拖延 就吓唬他说 你以为我是吃素的 你敢跟我耍无赖 我先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谁知马颜黑黑一乐 说道 你当我是孤身犯险 那你可大错特错了 不瞒你说 我还有兄弟相助 我在明 他在岸 互相配合 互相呼应 才好做事 我若出了岔子 你们还有命在 刘家兴倒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卢林又是一惊 但想了想 说道 他是吓唬你的 未必是真 柳家兴说 是真 他一道无限 就去查访焦洛庆了 却又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 跟他商定杀人一事实 我用的是假名 现下他已知道我的情形了 柳家兴哭丧着脸 万分沮丧 那是装不出来的 卢林心下大害 一摆手道 咱们先进观其变吧 别再贸然出手了 柳家兴也只得点了点头 卢林觉得异常憋屈 堂堂一个支县大人 居然受制于人 还是一个小小平民 让他心绪难平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 他就换上便衣 出了衙门 来到焦家大门 左近游荡 到了日上三竿之时 就看到两个人出了门 一个满汉挑着两只空框 旁边跟着一个人 身材中等 很是壮士 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 副手而行 卢林不远不近地跟着 两个人的话语声 传入他的耳朵 原来 这两个人是去买菜的 那个挑框之人 是焦家的火夫 而那个副手之人 就是马颜 来到市上 马颜挑了十几样菜来买了 装进筐里 马颜买完了菜 吩咐火夫挑回焦家 他则转进了一条巷子 不会是去见他那个 藏在暗处的搭档吧 卢林心头一喜 加快脚步跟进去 马颜却忽然迎面而来 挡在卢林面前 笑嘻嘻地说道 小民败过支县大人 这里不是大唐之上 小民就不行大礼了 卢林上上下下 打量了他一番 冷笑着说道 你好大的胆子 就不怕我抓了你吗 马颜夸张地故作惊慌 我好怕呀 可是支县大人 为什么要抓小民呢 卢林又是冷笑 本官若想把你抓进大牢 还愁找不到理由 马颜说道 我已等了几天 没见大人来抓我 看得出大人 还是遵守法度的 大人莫及 好戏就在后头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说完 马颜失了一礼 闪身走开了 卢林暗自惊诧 这个马颜 分明话里有话呀 好戏就在后头 能是什么好戏 他猜不出 那就等着看吧 但等了几天 还是毫无动静 卢林倒想 随他去吧 他现下已是无限直线 要处理无限政务 对无限一窍不通 实在说不过去 他就找来无限史智 细细独来 有了闲暇 又到处去走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刘家兴被马颜的事牵绊着 整天闷闷不乐 半个月后的一天 卢林从城外回来 刚走到街上 就见几个人抬着顶轿子 小跑着去了 焦家的管家还在前面喊着 借光 借光 人们纷纷闪避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卢林心里一争 望着轿子去的方向发呆 这时 马颜扯了扯他的衣袖 小声说道 大人 借一步说话 两人来到僻井处 马颜说道 焦洛庆已然病重 这是请了无限最有名的隋郎中 只怕也支不好了 大人 你们备好阴两吧 焦洛庆一死 我就拿瘾走人了 此后 咱们两不相干 卢林悚然一惊 你毒死了他 焦家的人若来告关 你逃不了干系 马颜轻轻一笑 得意地说道 我怎么会那么傻 为了这一百两银子丢掉性命 实在不值 卢林惊恶地睁大了双眼 马颜似乎猜到了他想问什么 不等他开口 就讲了起来 马颜虽学了一身好武艺 但他发现这武艺最好还是别用 甭说打死了人 就是把人打伤了 也轻则赔偿 重则入狱 他的几位师兄 都是这般遭遇 他就暗自琢磨 要惩治人 用什么办法好呢 后来还真被他琢磨出来了 那就是用厨艺 厨艺高低 可分多级 初级的厨艺 不过是做的一手好饭菜 色香味俱全 引得客人来吃 借以赚钱 养家糊口 或是发财致富 终极的厨艺 能养生健体 长期吃下来 能身体康健 远离病痛 高级的厨艺 就能运用自如 杀人于无形了 卢林听了 不觉惊出一身冷汗 好一会儿 他才镇静下来 问道 焦洛庆 死了吗 马延却摇了摇头 说他并不肯定 世间之事 正所谓生生相克 他这杀人技法 虽说是天衣无缝 但却怕了一样 就是身怀绝技的郎中 他是用高超的厨艺 又得焦洛庆吃下的饭菜 相生相克 不能消化 再为碗内形成硬块 再吃不下东西 就会饿死 但若有郎中 能化开这个硬块 他则前功尽弃 随郎中声名远波 但能否化开这个硬块 也未得知 不过 这倒不急 他会许多方子 能结出不同的硬块 随郎中本事再大 化开了这回 不见得能化开下一回 焦洛庆必死 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马炎冷冷一笑道 知县大人 请你备好银两 小民不日就要来取了 说完 转身就要走 卢林忙着叫住了他 马炎停住脚步 狐一地看着他 卢林陪着笑脸 说道 本官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马先生能否答应 马炎倒是一愣 知县大人 请讲 卢林说 先生的厨艺 定是神乎其神 已把本官的蝉虫勾出来了 可否做几道菜 让本官解解蝉 马炎想了想 点点头 算是硬了 二人来到市上 马炎竟不多问 买了一条黑鱼 两条鲫鱼 一块豆腐 外加两把青菜 来到后衙厨房 他也不用老王帮忙 自己动手 拾坐起来 过了一个多时辰 饭菜端上桌来 卢林凑近一看 只见桌上摆了四道菜 一盘粉蒸肉 一盘青菜 一盘豆腐 一盘粗面 看上去并无疏忆之处 但他马上想到 不对呀 当时并没买肉 怎么来的粉蒸肉呢 他不觉问道 哪来的肉啊 马炎狡黠地说道 大人先尝尝 卢林煎起一块 放到嘴里 只觉香气满口 吃着更香 但却不腻 更不发柴 马炎说道 这肉是我用豆腐做的 卢林不觉暗暗心惊 他煎起一块豆腐 刚放到嘴里 只扎了一下滋味 豆腐竟没了 真正入口即化呀 他问 这豆腐怎么不像豆腐 马炎说 这豆腐乃是用鲸鱼肉做的 卢林在尝那粗面 更是从未尝过的美味 马炎又解释说 这是用黑鱼肉做的 那道青菜 吃起来也是说不出的舒坦 卢林到了无限 地方上多有街风 所做菜肴 自然都是当地的上品 但和马炎所做的比起来 真是天上地下了 马炎那番话 所言非虚了 卢林细嚼慢品 只怕烧烧一块 这滋味就再也品不到了 这一顿饭 也就吃得格外漫长 卢林忽然转向老王 老王 你有什么话说 卢林吃饭 老王一直陪在旁边 那几道菜 卢林都让他尝过 此时 老王还在扎墨滋味 想着怎么可以做出 此样的菜来 卢林这一问 他倒蒙住了 大老爷 神什么话 卢林道 本官出道无限时 你给我买的菜都极便宜 后来涨到了市价 你不想跟本官解释解释吗 老王迟疑着 卢林立声呵斥 陷害朝廷命官 你的胆子好大 老王吓得两腿一软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连磕了两个响头 慌忙说道 这都是县城大人让我干的 我不敢不干呀 卢林问道 说 他这么干 是什么目的 老王说他确实不知道 柳家兴让他这么干 他只得按吩咐来 为了配合他 柳家兴又跟那些菜饭米饭说了 只要是老王来给大老爷买 都要半价售出 这些百姓哪敢得罪柳家兴 都依他的吩咐干 两个月后 柳家兴吩咐大家 价钱如常 若是支县大人问起来 就说一直如此 不要多说话 卢林恨得咬牙切齿 为了一己私利 竟使出如此阴毒的招数 可恶 可气 可憎 可恨 他马上让差役叫来柳家兴 柳家兴一进门 就略带几分惋惜地说 焦洛城得了怪病 眼见着就要死了 却被隋郎中下了一排神仙针 给他扎得泄出了硬块 生生给就回来了 可惜 大人找卑职 有什么事吗 卢林说道 顾兄杀人一事 我们是大错特错了 本官即刻终止此事 你有何高见 柳家兴一听这话就急了 大人 事情就快成了 怎可半途而废 有焦洛城这双眼睛盯着 咱们就别想发财了 卢林猛地一拍桌子 历声喝道 你当本官是傻子吗 早已看透了你的伎俩 柳家兴 你谋害了庶任之县 也想照本宣科 将本官引入瓮中 柳家兴 你真卑鄙 柳家兴不怒返校 谋害庶任之县 大人 你也太高看卑职了 我只是个小小的县城 有那么大能难 卢林说 他已仔细看过本县县制 得知四位之县都未善终 他们的结局都一样 因贪腐被捕入狱 让他大跌眼镜的是 四位之县被捕时 柳家兴都是县城 这是巧合吗 卢林原先也这么想 但细问过菜价和梁价之后 他就改变了想法 他跑了很多乡村 跟那里的农民混熟了 才得知无县的菜价 基本上没有波动 因为无限地处江南 蔬菜四季都可生长 所以价格也很稳定 怎么自己刚来的时候 菜价量价都很低 而两个月之后 灰忽然升高了呢 他忽然想到 正是陡然下降的生活 才让他想到了贪污 想到贪污 才会把焦洛庆当眼中钉 进而想到顾兄除去他 后来听马炎说了除杀之计 他忽然猛醒 原来柳家兴对他使的 也是除杀之计啊 不过 马炎使得明显 柳家兴使得更隐晦罢了 正是中了计后 他这个知书达理的橘子 无限之谢 竟会想到要顾兄杀人 亏他醒悟得早 才悬崖勒马 柳家兴冷冷一笑 问道 大人可有证据吗 仅凭大人的一番话 倒不知上面的大人们 会不会信 庐林道 证据是明摆着的 你家住豪宅 生活豪奢 家中还有藏银 你一年的俸禄才有多少 把这些折成银两一抱 那就是秃子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了 你原本小心谨慎 把银两全都买起来 依然过着朴素的生活 但一旦过上好日子 苦日子再受不了 你才如此 其实 你又何尝不是被自己除杀了 柳家兴脸色煞白 两腿一软 跪倒在地 卢林问道 我有一事不明 不知你是否能据实告知 柳家兴道 大人但有所问 卑职定据实相告 卢林问 焦洛庆一直跟你们过不去 你们为何没动过杀心 到了本官这里 却非要杀了他 柳家兴惨然一笑 却又摇了摇头 卢林森然道 你不说 本官替你说 前面几刃直线 一到刃上就想着捞钱 不干正事 焦洛庆气急 抓到把柄 就到知府衙门去告 那些支线被抓后 无限就落到了柳家兴手里 他捞得十分隐晦 故而瞒过了众人的眼睛 当然也瞒过了焦洛庆 但俗话说得好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焦洛庆终于有所察觉 柳家兴怕他去告 那就荣华富贵尽毁 故而想到了把他杀掉 他怕万一做不干净 留下把柄 就拉上卢林 这就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 卢林这回想明白了 他让马延回了家 又把此事的前前后后都写明白 奏报朝廷 请朝廷定夺 谁知奏章报上去 再无音讯 两个月后 柳家兴郁郁成风 这和儿死 卢林当着直线 直到任满 竟连顾传回家的盘缠都不够 还是乡亲们给凑的 清光旭21年 在广东佛山开茶楼的黄义德 妻子患上了重病 为了医治爱妻 他不惜将家产变卖一空 最终却落得家败人亡 为了生计 黄义德便加入了下南洋的大军 带着16岁的女儿小婉背井离乡 远渡重洋来到马来西亚 几经辗转 进入了大山中 一座以华工为主的西矿当矿工 黄义德为人宽厚 形势稳重 短短两年便在华工中 树立了极高的威望 精明的矿厂老板便顺水推舟 升他为华工总管事 负责管理整个矿厂 矿厂的华工 原本以福建人和广东人居多 广西吴州辟为通商口岸后 大批家境贫寒的吴州山民 随即蜂拥而至 黄义德表面上 热情地接待着 兴高采烈的吴州同胞们 内心却忧虑忡忡 马来西亚数热带气候 中年潮湿闷热 加上山中胀气弥漫 华工们除了阴出来炸道 水土不服 患上利己和风湿等病症 每日还得饱受在矿洞中 双脚泡在溪水中 上热下湿的苦意 为此病死者比比皆是 为了让吴州及华工 顺利挺过水土不服的难关 黄义德一边吩咐小碗 每天煎一大锅 调理身子的中草药 二人头每人一碗分发下去 一边祈祷老天爷 这段时间艳阳高照 然而 天不遂人愿 黄义德这天一大早起来 就发现闷热无比 吃完早饭后 赶紧来到矿场办事处 爹 要已经送到了 黄义德闻声回头 见小碗提着个竹篮 笑吟吟地站在身后 忙问道 你在送汤药时 可发现新工人中 有身体抱恙者 知父莫若女 小碗自然知道 父亲心理所忧之事 仔细回想了一下 回答道 说也奇怪 新来的吴州同胞各个精神抖擞 与之前刚到矿场时 并奄奄的福建同胞大不相同 特别是领头的住户 刚才和江龙比是掰腕子 轻而易举就获胜了 没病就好 黄义德心中意气 继而又是一惊 那江龙速来强势 是福建华公们的老大 住户为何去招惹他 小碗脸上漠然升起一片红韵 忙解释道 刚才我在发药汤时 发现住户的手腕上有道伤口 就用我的手帕帮他包扎了一下 想不到被江龙看到 当即气势汹汹地提出 要和住户决斗 结果却当众出丑 黄义德历史就明白了 江龙发怒的原因 江龙喜欢小碗 早就放出风声 警告谁也不能染指 住户来后 对小碗是一见钟情 想必江龙今日定然是脑恨小碗 当众关心住户 才故意挑衅声势 阿碗 你心里中意谁 黄义德见女儿 谈到住户时眼中寒情 索性问个明白 爹 你一向看人很准 女儿的事全凭您做主 小碗含羞地拿起桌上的茶壶 倒好一杯茶地上 爹 请喝茶 我得回去做午饭了 女儿走后 黄义德眉头立时紧皱起来 想到龙虎相争 必有一伤 还会由此造成福建籍华工 和广西籍华工的不合 若是引发内斗 后果不堪设想 看来当务之急 必须确定好女婿人选 黄义德喝了一口茶 盯着手中的茶杯 心中已然有了决定 四日上午 黄义德刚打开办事处的大门 江龙就带着十个同乡闯了进来 嘴里嚷嚷着 岳父大人 今日叫我来 是要商量我和小婉的婚事吧 大家先请坐 确实有件重要事 得等人到齐了再说 黄义德指着右边摆好的椅子 示意将龙先带人坐下 还要等谁 将龙见对面也是一溜十一张椅子 满脸疑惑 就在这时 祝福带着十个铜箱进来了 对着黄义德恭敬的鞠躬问安 黄义德含笑点头 直直左边的椅子 吩咐住虎一行人坐左边 紧跟着 门口又进来五个广东籍华工 皆是平日里受人尊重的老工人 黄义德安排五名老工人 坐在上手位之后 拿出一方一员两个茶罐 站在中间开口道 大家都知道 我有一个女儿 一到出嫁年龄 所以想尽快找个好女婿 了却这桩心事 不过让我为难的是 三天前 将龙合住虎都拖了没人来提亲 同是少年俊杰 我实在难以抉择 正好两人各自送了一盒家乡特产茶叶 当作聘礼 我便想到一个法子 请来五名老工人做仲裁 对两盒茶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谁的茶好便是我家女婿 黄义德当即宣布道 豆茶正式开始 第一局 请双方说出自家茶的优点 江龙得意洋洋地介绍道 我带来的是福建建欧所产的贡茶 建欧贡茶始于堂胜于送 持续一共四百多年 众所周知 皇帝喝的茶自然是天下最好的茶 普通茶怎能相提并论 见五名老工人连连点头 住户不急不躁 胸有成竹道 我带来的是吴州六宝茶 论历史 兴于唐宋 论排行 入选中国明茶之列 论名声 在本朝嘉庆年间成为朝廷供茶后 至今盛名不衰 五名老工人文言 交头接耳一番后 达成一致意见 平局 黄乃鹯 黄乙德接着宣布道 豆茶第二局 请双方泡好茶给仲裁方品评 比是茶的色 香 味 行 将龙何柱虎等即拿起各自的茶盒打开 紧跟着温杯 探壶 冲泡 一气喝成 五名老工人首先饮用了箭欧贡茶 品评道 汤色清澈呈黄 香气浓郁持久 滋味醇厚 回甘 外形调索紧接重拾 不愧为医用茶 在饮用吴州六宝茶后 品评道 汤色红浓 香气沉厚 滋味甘醇可口 外形调索长整紧接 并带有独特的冰榔味 确实是名不虚传的好茶 黄义德建裁判们 对两种茶都是赞誉有加 忍不住上前各喝了一杯 心服口服道 果然是各有千秋 难分伯仲 我宣布 豆茶第二局仍为平局 第三局比试 请双方展示自家茶的功效 将龙婉齐左臂衣袖 露出肌肤 谈侃而谈道 建欧供茶之所以受历代皇帝青睐 主要是因为饮用此茶后 不仅能提神醒脑 还会变得肤白貌美 是赫赫有名的美容茶 诸虎站起身把手一挥 指着身后的吴州同乡道 我们吴州人自小就喝惯了六宝茶 离开家乡之时 前凉衣服可以少带 但六宝茶必不能缺 生金结束 明目清新 健身养神这些功效暂且不提 我读说说到南洋后 大货每日饮用六宝茶 无意因水土不服而患病 事实证明六宝茶还具有条理肠胃 驱失排毒 治疗利己的神奇妙处 可谓名副其实的救命茶 黄义德听到这儿 心中赫然顿悟 胸有成竹地问道 美容茶与救命茶 大家以为哪种茶更胜一筹 果然 五名老公人毫不犹豫地指向原茶观 正要宣布裁判结果 就在这时 驻虎忽然朗声说道 我们华夏是茶的故乡 自古华夏茶人是一家 各地名茶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 我认为根本不能以斗茶来分胜负 黄义德上前对江龙说道 江龙 你也是爱茶之人 茶有两种姿态 福、臣 饮茶人不过两种姿势 拿起、放下 人生如茶 臣时坦然 福时淡然 拿得起也能放得下 如今我们都身处一锅他乡 做的是最辛苦的矿工 时刻面临着疾病、受伤、矿他等生命威胁 驻虎说得对 不管是喜欢喝供茶还是喝六宝茶 华夏茶人是一家 只有所有华工们团结一致 和平相处 才有希望平平安安地返回家乡啊 黄义德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字字敲打在江龙的心上 他想起不久前患病身亡的哥哥 想到下个月 又会有一批福建同胞来南洋 急需救命茶护身 便不再迟疑 主动上前拍拍驻虎的肩膀道 驻虎兄弟 茶品如人品 比起你的光明磊落 今日豆茶我甘拜下风 在此当众承诺 明日起 我们福建人全部改喝救命茶 日后回家 我再请大伙痛痛快快地畅饮 建欧共茶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